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帶大家去吃一檔老字號的麵當 出名是用傳統手打竹星麵 大家一齊看看餐牌有什麼食 我們叫了碟菜 士陀婆在煮 其實今天都好熱 剛剛走過路過見到 大家就慶祝勃勃說要試一下 那就坐下了 見到牆上面掛著幾個牌 是連續幾年都是澳門十大米之年街頭小食 那就更加要試一下 士陀婆在煮雲吞 我們叫了兩碗雲吞麵 本來有人說要吃可粉 但一知道是手打竹星麵 就馬上說要改 我們叫了一碟豬紅豬皮韭菜 士陀婆請我們吃大腸 雲吞有點像水餃 最重要當然是試一下麵 真的很好吃 士陀婆說辣椒油是自家秘製的 那就要試一下 聞起來也很香 其實麵檔的位置是十月初五街 黃之記走前一點 見到條行叫蛋行 就會見到麵檔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來試一下 地址都不難找 在巷口出來的另一邊 就是彩虹屋 其實我之前兩條片都有介紹過 上次拍攝的時候是晚上 今天就拍得更清楚 我們看到座面的拍攝 我會做了幾個晚上 一會兒 但是我會做幾個晚上 吃掉了幾個晚上 我會做幾個晚上 然後用一個晚上 碰到幾個晚上 我在這裡 在這裡 之後 也可以安靜 走到這個路口,就是國貨公司和康公廟前地之間的十字路口 今天是星期日,晚點都會有康公夜市 上次拍康公廟是晚上來的,今次又拍正面給大家看看 讓我進去簡單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出來後,我們走草堆街 這裏有很多舊舖,還有很多都沒有營業 走前一點就是中西藥局的舊子 我們進去拍一下看看,順便過一下冷河 這裏建於1892年,是典型的下舖上居式的舖屋 而孫中山先生在1893年在這裏開設藥局 在澳門史上最早記錄有華人開辦售買西藥的藥店和西衣門診之一 大屋經過多次的租售和轉讓,曾經用作道館、匹頭行等等 直到2011年由澳門政府扣入,進行復修工作 直到2016年的中夏巡完成了 在同年的12月向公眾開放 至於詳細的歷史,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開放時間是朝早10點至下午6點,星期二休息 公眾假期都照常開放,大家慢慢觀賞一下 請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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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到這裏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按下旁邊的小鐘 一有新片出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